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ACT阅读课堂 我是南哥 今天要讲的是ACT考前的一个综合点评 好 那么我们将讲三篇文章 因为第一篇文章小说 就是Ola还有他的邻居 那篇小说我们之前讲过 对吧 这一篇我就不讲了 一般来说我们的做题顺序是 第四篇文章先做 自然科学先做 然后再去做社科 那就是第二篇文章 然后再去做小说 再往后做最后的第三篇文章 任文 好 按照一个4213的这样的顺序比较好 因为小说它的难度 它远远要低于任文 等会大家做题的时候就感觉到了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将带着各位同学 一块来完成三篇文章 看到考场上应该怎么做笔记 怎么标画 好的 现在我们开始看ACT 2008年4月65D 这套题呢 因为第一篇文章 我们在讲小说的时候已经用过了 所以这篇文章我们不直接看了 好 直接看最后一篇 考试的时候做题顺序 我们已经讲过 一般是4231 对吧 或者是4213 当然我的建议呢 一般是把小说放到这个倒数第二个 把人文放到最后 因为人文的文章是比较难的 对吧 我们做过那么多题已经感觉到了 首先呢 自然科学的文章 它一定要保证满分 不能失分 读一下最上面的信息的 Great Waters 指的是那种大江大湖 对吧 大江大湖后边是一个Atlantic Passage 就指的是大西洋 是吧 大西洋 直接读这个第一段 读完第一段以后 快速过最后一段 第一句话是一个Newcomer 对于一个海洋的世界 对吧 好 新的来客 然后我们看后面 Bluefin Tuna 好那就是一个Tuna鱼 还有什么的Sortfish 好叫剑鱼 它们已经演化成这个海洋的最佳 Developed Fishes 指的是那种高度发达的一种鱼类 好那么接下来就是当这帮鱼 然后呢 是后面解释 我们就不读了 读后边 就是它们的身体呢 它们的体温 对吧 它们的体温 Rising and Falling 就指的是它们的身体体温 上下降 随着什么呢 随着周围的水 对吧 好 后边还有一个结果 读一下 就限制了它们的Ranges 对吧 限制了它们 这就开始对它产生一个影响 就限制它们的范围 好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再往下看 就是下一句了 我们从这开始 Sortfish Sortfish后面是who 解释它 我们不看 直接找到它的动词 那它动词在什么地方 从who跳过 对吧 好 那就是have swamped up from the depths 就是Sortfish从这个深的地方给游出来 对吧 好 那么Rising后面就不用读了 我们再往下去读 一个温度呢 什么呢 温差有36度的温差 对不对 Fair high 然后呢 as什么什么什么 反正我们知道它的温差就这么大 好 接下来就是Sortfish从一个realm 进入到另外一个realm in under an hour 指的是它从那游到 从这个温度差 对吧 你知道鱼跟人一样不能突然从冷的进入到热的环境之下 那么这头鱼也是啊 从那么冷 然后到达这么温暖的 然后它的这个时间是一个小时结束了 那么第一段告诉我们的新的莱克什么鱼 然后呢 因为它们的体温就限制它们的地质活动范围 那接下来呢 但这种鱼呢 它就从海底游上来温差36就结束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每一段的断手 那么moving between 这种温差呢 它会stun nerve system 它会让这个神经系统崩溃吧 cold blood fish 但是注意转折之后我们要强调的 但是这些海洋的王子呢 就是使他们的 就是make their own heat 身体的体温 warming themselves in deep cold 指的是让他们身体的体温呢 把他们自己软和住 对吧 好 那么再往下 我们看下一段开头 blue fin tuna 它thriving water as cold as 40度 对吧 fair high啊 who chip function to produce heat 就这个blue fin呢有点特殊 它的特殊之处呢就是跟这个鱼不一样 什么鱼呢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swordfish 对吧 blue fin和swordfish不一样 它没有自我产生热量的这个器官 好 下一段 就是很同时的是这种relocation red muscle 指的是它的红细胞 对吧 红色的这个肌肉 blue fin呢就有一种独特的方式 好 我们知道它独特啊 把它画下来 独特方式呢 游泳 干嘛呢 for which adapt so adaptly 指的是非常灵活 对吧 非常灵活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段的开头 这套题本身都不长啊 swordfish 然后这两个鱼呢 travel through Atlantic with dramatic speed 指的是它们的速度很快了 但是我们看转折之后啊 又一个转折 转折之后 但是呢 day to day month to month 这么长时间 它们的migration are not well charted 好 not well charted 就指的是 它们还是没有探明清楚 对吧 没有去给它标图 标清楚 它们怎么是 怎么去游的 它们migration呢 怎么去迁徙的 好 下一句呢 当这个时间 我们不用读了 直接到它的主句就行了 一个giant blue 是吧 然后呢 giant together gather 啊 这个大的这个blue 就gather到一起 然后呢 along boundary 对吧 warm在热的地方 好 下一句话 the following year 然后win怎么怎么着 又是一个win 对吧 它们就withered in water unknown to people 对吧 它们就在水中withered winter 是吧 in waters 就指的是它在那个过冬吧 winters in waters 然后呢 对人们不知道地儿 然后这帮blue fin呢 然后blah blah 跳过是吧 follow the current across the sea 是吧 它们就跟随这个洋流 在整个冬天 然后下一句话 是一个问句开头的 how they migrate 没有人知道 对吧 那就是它们的迁徙 是不知道的 又再次呼应上面的信息 they could guide it by internal compass 就是它们可能有内在的一个 叫做导航设备 是吧 然后by the worms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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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是吧 这就是它们导航的原因吧 好 那么结束了 就是后边一堆导航 可能是A 可能是B 可能是C 可能是D 好 这就是我们读完文章的结果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入到题目 看一下 第一题 main purpose 一旦提到main的话 那么整篇文章 一定提到是最重要的点 对不对 main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选项来读一下 Purpose that 后边 研究员 然后呢 这个研究 然后be conducted 去确定 有一些导航的方法 好 提到导航 但整篇文章 不是说导航吧 对吧 只是一点说过 所以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题杆里面有main 有principle 那就是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好 我们看第二选项 圈说读者 什么呢 这个鱼 它是比这个鱼要高级 好 那你想想 整篇文章有没有对比 两种鱼的对比 没有吧 好 那么第三个 它猜测说 这个季节呢 两条鱼 它们已经developed certain specialized traits 对吧 就是on seasons 两条鱼为什么有 这种特殊的一种特征 好 那么咱看最后一个 它描述两的鱼 这个C选项 至少两条鱼的特征 这个选项不能排除 对吧 我们看最后一个 说两条鱼 适应海洋的一种环境 诶 这两个选项相比较 是不是这两个选项 这个说的是两条鱼 怎么发展出特征呢 那一定是 原文应该怎么说 它这条鱼 首先怎么着 后来怎么着 对不对 而这个选项说的是 它来猜测 这个什么呢 它来描述 两条鱼适应这个海洋 包括着 它们的特征 还有身体的特征 而这两个选项相比较的话 第一选项更加概括 对吧 所以在我们解题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种情况 两个选项 特别纠结的时候 那么就一定是 这个概括的选项 成为正确选项 目的性的题目 就这样做就行了 而且概括的主题对象 一定要一致 虽然两个选项都提到 特殊的特征 但是呢 上面说的是 reasons 在这个原因 它们怎么发展特征的原因 那么第二篇 这个整篇文章 不就告诉你吗 它就这种文 这种特征 就是没有告诉你原因了 好 那么第二篇文章 就描述它的一种 适应海洋环境 那就是一堆讲温度吧 怎么适应 好 那么看32题 作者的一个态度 积极和消极概念出现了 关于什么的 sorefish and bluefin 对吧 就是关于这两条鱼的态度 可以表明什么 好 直接读一下选项 第一个是 appreciation to the advanced 这只是一种 它的高级的 是吧 独一无二的一种特征 这个选项是一种积极的 全篇文章没有消极 就是代表积极 没有消极 代表中性或者积极 那积极的证据率 就特别高了 我们看一下这一选项 concern their adaptations put other fish at this end advantage 只是他们有一些优势 然后其他的鱼就没有优势了 大家看一下这样选项 直接就错了吧 对不对 这样选项直接就错了 好 那么第三个选项 conclusion over how their adaptation evolved so quickly beyond other fish 又是和其他鱼做对比 最后选项 neutrality 就是中性 当比较和他其他鱼的对比 好 你看 其他选项全是和其他鱼的对比 所以没有和其他鱼对比的选项 就得出来了 所以这老题应该选择f 好 那就是他们独特的特征 对吧 appreciation 有同学在想 那老师没有赞扬啊 那我想 有没有批判 没有吧 没有批判 也就属于中性描述 或者是 更加偏向于赞扬 而且其他选项都不对 对吧 和其他鱼做对比 好 接下来我们看33题 这篇文章说啊 The body temperature of cold blood fish 就指是他们冷血的鱼 好 那么就是他们冷血鱼的身体体温 主要是受谁决定的 对吧 冷血鱼的这个身体体温 受谁决定 第一个选项 受到他们地质限制的这个建国 但是能不能回答题干 先讲一下 第二个选项 speed at which 他们的油的速度 第三个选项 type to pray指的是他们捕猎的这种类型 好 那么每个选项都不一样啊 最后选项 就是他周围的水 这个我们见过 对吧 但是我们要找一下 他们身体体温 冷水鱼的身体体温受谁决定 如果忘记的话 回归原文从什么地方找呢 我们已经知道了 刚才在阅读的时候 冷水鱼在什么地方提过 冷水鱼 好 那么 也可以到第一段 对不对 到第一段 因为刚才说的是 他们的身体体温上升和下降在冷水 对不对 好 所以受到他们周围的环境所影响的 所以限制了他们的地质活动 好 地质活动是个结果 而这道题问的是 他们的身体体温受谁调节 是问原因的 所以不能选地质活动 所以这道题答案呢 应该是他们周围的水 对他们的影响 注意问的是冷水鱼哦 可不是问的这篇文章的sortfish 和我们的tuner 好 我们看一下三四题啊 根据这篇文章 最significant difference 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差别 在什么呢 在温度调节系统 和sortfish and bluefin 对吧 这两个鱼的温度调节系统 最大的差别在于sortfish怎么着 好 那么直接读一下选项 第一个从特殊的器官产生热量 然而它没有 它保持着热量的 jenniferous swimming 好 这个选项一下就见过了 对吧 看原文哪个地方提过 就是sortfish和bluefin 好 我讲过 当没有告诉你这个行号的时候 你先到每端的手机去找 刚才我们在上面提过 对吧 往这看 那么这个是呢 他们没有这个器官 是吧 你看 bluefin tuna呢 它是在40 然后呢 但是不像sortfish 它们没有器官 那就sortfish有这种器官吧 那它是什么呢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刚才这一段 说到 这个bluefin 是吧 bluefin tuna 它没有器官 那bluefin怎么着呢 就是游的速度吧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instead 它们产生热量 通过swimming 是吧 通过游泳产生热量 所以都在断手的地方 断手出题的概率非常非常高 所以这道题答呢 应该选择 f选项 好 35题啊 35题 其他选项都不用读了 ghj啊 35题 可以总结出来 from passage that the body of bluefin remaining rigid 就只是 这个bluefin的身体呢 就保持一种僵硬的状态 while swimming 在游泳的时候 it's related to the fact that the red muscle 诶 看见过这个red muscle吧 红的肌肉 对吧 红的肌肉 读一下四个选项 第一个 moving sparingly in order to conserve it 是吧 就是反正就是 就是来回活动吧 第二选项是 frozen stiff 就冻僵了 第三选项 restrict for a moment 受到这个活动的限制 最后一个 located deep within the it's body 就指是在它身体的深处 对吧 near the backbone 指的是它位置 好的 回归到原文 我们知道red muscle在这个地方 并且blue fin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们有一种独特的游泳方式 然后他们adaptate 好 那么注意这个提干 所问题的方式 你即便找到原文 你一定要知道提干 问什么 提干说了 就是blue fin 保持这个身体是rigid 对吧 保持rigid 然后我们看一下 blue fin 要找到它rigid 它的这个内容 在什么地方 好 那么就是relocation is red 就是它的这个位置的重新调整 然后再往后看 看一下他们有没有提到rigid 好 这个地方呢 没有出现 我们要找的提干 对吧 他们的身体是僵硬的 那么怎么办呢 本身你要知道啊 你刚才在阅读的时候 这儿已经出现blue fin 并且出现red muscle 但没有的话 快速去原文这个地方 上面找 明白吗 这叫信息的扩张 这儿说的是 coincident with the relocation of red muscle blue fin呢 有一个独特的方式 那就是和它的red muscle有关的 它有另外一种独特的方式 那red muscle呢 应该在上一段提过 对吧 我们看上一段 red muscle呢 lie near the skin 对吧 就指的是靠近 他们的这种皮肤 那这个other bonny fish 指的是其他鱼 但是呢 blue fin呢 who can weight这么重 然后red muscle are deep within its body near the backbone 那就指的是在它backbone里面 对不对 好 那所以说 我们知道这个提供呢 已经定位到原文 我们知道这是跟blue fin有关的 那么找到原文的时候 我们发现red muscle 它是house within the deep body 就指的是在它身体的那种深处 对吧 所以说这道题的答案呢 我们应该选择的是 好 跟这个肌肉有关 对吧 好 那么所以我们答案应该选择的是 第一选项 注意提供 这个blue fin呢 保持rigid 对吧 他们的身体呢 保持rigid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red muscle 位于什么地方 那你看这一段 就是不像soft fish 然后他们就保持的体温 然后这个other bone呢 loose他们的体温 但是呢 这个blue fin呢 他们可以weight这么重 然后呢 他们是位于这个深处的 就是靠近它的backbone 对吧 好 这道题答案就选出来 好 我们看这个36体啊 it can be really small invert 然后整篇文章说 这个水呢 进取或者near gulf stream 对吧 poses challenge 那就形成一种挑战 对多数的生物 of fish 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些水怎么着 好 主要 这个题杆我们读完了之后 我们发现 好像没有跟其他题有关 但是题杆里面 明显有个大线叫gs 对吧 gs这个东西呢 可以快速地帮助你去定位 好 所以我们要找一下 这个gs在什么地方 但别着急 我们可以到原文 到这个选项先读一下 第一选项是 是加home to a number of variety predators 就指的是 是猎物的 捕食者的家 是吧 捕食者的家 那么第二选项呢 说的是 它代表着各种各样范围 就是温度的范围 第三个选项是 包括着墙的这种流水 第四个选项 迫使鱼到一个不熟悉的海洋 这种区域 对吧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一下 golf stream在什么地方 好 就是要到原文里面定位 对吧 刚才出题的位置 然后呢 都已经读过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后边好像大写非常多 golf stream 对吧 golf stream golf stream在这个地方 对吧 这提过 好 为了防止读漏 我们看一下前面有没有提到 这是golf mexico 我们要找的是golf stream 这一段 这一段 没有是吧 这是greek 右侧 也没有 到这儿 那golf stream就代表了什么 对不对 the following year golf stream when the gulf stream move offshore and chili filled with water 然后blue fin water unknown people 对吧 这个地方读完了 但是没有读到 我们要得到的信息 对不对 就是golf stream在这儿 第一次提到在这儿 然后在整个冬天呢 当这个warm gulf stream edge the shoreward toward the coast pressing against cold water rushing north 然后他们就gather worms 好 这个地方提到一堆啊 全都是跟什么相关的 提到跟温度相关 对不对 就是 当这个热的gulf stream呢 edge towards cold的时候 对吧 towards the coast 朝这个地方走 然后就pressing against cold water 就压住这个冷的水 然后呢 并且这帮人 这帮鱼 然后它就聚集到 这个温暖的bundary 然后当这个下一年的时候 当它是move shore and chili 就指的是冷水进来的时候 那他们就是在 有一些 人不知道的这个领域 去这个winter 过冬 好 所以我们这道题的答案呢 就一定跟温度相关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 1234跟温度相关的选项 应该是g选项对吧 就是代表着温度性 好 那么36题选g 那么我们看37题啊 根据这篇文章 greek derived names 来自于希腊的 刚才见过希腊对吧 来自于希腊的名字 就指的是 bluefin的怎么着 对吧 bluefin怎么着 第一个选项 bluefin constant internal temperature 就是它的内在温度 第二个选项 powerful crescent shape tail 就是它们这个尾巴很powerful 第三个选项 它们lounging swimming style 它们冲刺的一种游泳方式 最后选项 sound the bluefin produced 对吧 指的是它们产出的声音 那greek呢 本身在这个地方 是吧 the great meaning 然后指的是lounge forward 就指的是它们往前冲 对吧 lounge就指的是 lounge指的是往前冲的意思 对吧 指的是它们前面游泳嘛 游泳 然后它们名字来的一个希腊 希腊名字是往前冲 dart 本身就是往前冲的 to dart这个词 后边这个lounge不认识的话 dart一定要认识 指往前冲次 所以这道题答案呢 应该选择c选项 往前冲 好 我们接下来看38题 就说最后一段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又是主要 对吧 又是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我们看一下原文 提到过的信息 选项解释一个charting 这个stream would help accurately 能够预测它们的迁徙 预测迁徙 第二选项 强调说了研究员 没有完全理解 它们的迁徙路线 是不是这一选项 就整篇文章好像告诉我 就是不理解 它们迁徙路线嘛 好 你回味到原文 最后一段 稍微看一眼 它们怎么迁徙的 no one knows 对吧 不知道 好 那么整段都在讲 它们 这个过冬的时候 人们不知道地方过冬了 对吧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好 所以知道 提答呢 应该选g 39题 这篇文章支持一个想法 说 所有的鱼啊 对啊 North Sea 有大写啊 And Gulf Mexico 在墨西哥 然后除了那种鱼之外 在North Sea和墨西哥 对吧 除了那个 Cod Headlock 第三个P 第四个B 对吧 你读完四个选项 以后没什么概念 对吧 好 那么就是 它说的是在北海和墨西哥 然后我们看一下 原文北海墨西哥 大写 北海墨西哥 当然你可以从第一段开始找 看一下Mexico 在这儿 是吧 说的是 Who dwell Cod Headlock Flood NP 是吧 那就是 CHFP 看一下选项啊 CHFP CHFP 对吧 没有F 这二个P 唯一没有提到的是B 对不对 所以这道题答案呢 应该选择 最后一个 D选项 Bloof in 好 那么看四十题 根据这篇文章 The Head Swordfish Generate 它是 Intent to 那就是Swordfish产生的热量 去干嘛 第一个选项 吸引冷血的 这种Pray 吸引冷血的这种猎物 好 第二个选项 保持这个 眼睛和大脑的体温 保持体温倒还可以 对吧 它产生体温 不是就保持体温吗 看第三个选项啊 增加它的速度 第四个选项 强调它的长期的一个Sharp Sword 对吧 把它这个Sharp Sword强化一下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Swordfish 它产生体温在什么地方提过 我们看一下啊 产生体温呢 应该是 Sword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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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the warm brain and eyes 对不对 好 本身在这一段提过 就是它们产生热量 上面说产生热量 那产生热量的原因是什么呢 或者是目的是什么 对吧 好 接着往后看 我们看到 就with the warming brain and eyes 它们可以怎么着 那就是一个结果吧 因为它们身体产生热量的 所以是Brain and eyes Brain and eyes 又能用到其他的用途 所以这道题答案呢 应该选择第二个 这一选项就可以了 好的 这就是我们第一篇文章 就是手末段经读 各段的手句快速过 然后用到定位的话 先找一下各段的这种手句 另外一个要考虑的是 和其他题目之间的关联 好的 这是我们第一篇文章 稍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篇文章